大家好,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才是有效的練琴方法呢? 我明明是練了20次了 但為什麼回到腹琴給老師聽的時候 老師總是認為我練得不夠好呢? 音樂 究竟如何才是有效的練琴方法呢? 剛才的示範同學是因為過度擠壓關節 以至不良的手形 這樣是會影響音色和流暢度的 不如現在看看正確的示範 希望大家都掌握到有效的練琴方法 希望大家都掌握到有效的練琴方法